前两天国家开会点名批评了套娃士的收费 治理互联网电视的乱象 有一位演员曾经也就为套娃士收费发过声的 又出来说话了 说你看我原来说过吧 这种收费方式是把人拒之于千里之外的 杀鸡取卵式的一种收费方式应该终结了 那套娃士收费到底合理不合理合法不合法 这其实都不是重要的讨论事项 因为老百姓不满意的事情 他自然就不合法就不应该 但是呢问题在于现在的电视 确实他通过IPTV或者通过有线的基顶盒进入家庭 这么一个渠道 却被人人为的 这个施以了各种收费的门槛 以至于现在打开电视非常的麻烦 老年人都不会用 而且打开电视机的时候呢 会经常有一些误导性的这样的跳转的广告 那我们在上海就清晰的遇到这样的问题 曾经中国电信上海公司承诺过 不做这样的开机广告 但是我们现在开机看到的 仍然是这样的问题 解决不了 那所以问题不应该出在这 在于什么地方呢 就在于应该有新的看电视的方式 只要有新的方式看电视 不需要他们这个基顶盒 不要走他们这些线 那就好办了 所以现在5G通信 5G时代 无线电视机装到家里面 非要拉根线 非要带个尾巴吗 如果能够电视机插上电源 就能看的话 相信有更多的这个平台内容方呢 会采取FAST的方式 也就是靠广告支持的节目内容声 播放方式 而这样的方式能够让老年人也好 小孩也好 更容易更亲近大屏幕电视机 而大屏幕电视机的生死之战 可能也正在于此 当然另外一点就是 要保障普通老百姓 观看这个免费的电视频道的权利 特别是卫星电视 从中央台到省级台 这些频道的这个本身是免费的 但是为什么却要被活活的套在这个 套娃式收费的最前端呢 当然老百姓是想不通的事情 所以看个电视 也要交这个钱 交那个钱 实在是相当的不合理 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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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理